嘿 大家早上好 我是方姐 今天起的比较早 现在才8点17分 因为我要给我老公去医生拿拿东西 所以跟他一起去 因为车票 单程车票就4块多 挺贵的 来回不要8块多嘛 所以我跟他车子去 省了一趟的车钱 回来我就自己买票就可以了 是不是挺好的 现在就准备出发来下小雨 天气不好 这个天气 路上湿的 但是天气不好 再高也没有用 大家看看这样的天气 今天最高温度10度 最低温度3度 是不是很冷 刚才人家不让 不让你走 我们只能自己掉头 你说气不气人 这些人他都不知道道德 心中有他人那种的 你说你难道路上去了 是吧 你往边上挪一挪 或者你停到没有人的地方去 不停 让大家看看 早上这个时候也是大家上班时间 不过我老公上班 他不像他们有的8点钟上班 我老公他是取决于他的会议 是什么时候开 那就提前去一点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现在是8点40 你看路上交通还是挺顺畅的 没有走车 他说这个时候的话因为很多人就是去这边的上班的比较少 那边的话他就去的比较多 因为那边是往市里头去的 这边是往市里头的反方向 所以这个点还是挺好的 他有一次很早起来 那天开会开得比较早 他说路上堵啊 有点堵 所以说他上班的时间正好跳开了高峰期还不错 这就是德国的早上的Bundestad 你看看这个路上雾蒙蒙的 现在只有3.5度室外的温度3.5度 是不是很冷 看看我们马上到地上了 看这里好恐怕 原来人都住在那里呢 我说的这里都是一个蒙场 看看这个天气真的是很 我已经从医生到过来了 大家肯定很郁闷 为什么我老公不去要我来 因为现在他比较 现在打疫苗嘛 所以很多很多的人在那边 你看这个房子是不是很漂亮 所以排队排队很久 他没时间所以让我来 回家回家 我现在在这个镇里头找来找去找 我的公交站台好不容易找到了 在这里 这就是公交站台 今天我的运气还挺巧的 一会儿功夫就进去了 拿到我的那个单子了 我老公说上次他来排了好长时间的队 都没有 他都没有拿到 然而我就拿到了 是不是很好 现在看看有没有我的那一班车 总算找到了 这个要还有21分钟才能呢 他8点 那个时候没有只有这个 那就慢慢等呗 下着个雨 路上等的人也挺多的 你看傻呆呆的等着里头 这边在造房子 我也进到这个里头等吧 我坐到这个底下 是专门给人家等候的估计是 很冷啊 湿冷湿冷的 还在下着雨 我就坐到这里等 哎呀 慢慢等呗 还有17分钟车子就来了 我打了一把伞 但是没有戴手套 所以我还是躲到屋檐底下去了 不用手拿着 不然手拿着太冷了 你想想看只有4度 是不是很冷 等待很久的车子总上来了 车子上没人 就一个女的 这个地方我第一次 第二次来 但是这个医院已经 医生已经换地方 就在这边 下次知道了 现在到家了 现在到家差不多 出门到 就是来回 差不多两个小时 还可以了 给大家看看这个天气 是不是很糟糕 不过不用浇水了 也是一件好事 希望这个天气以后越来越热 我就可以种一点别的东西了 我还想长滋滋花 但是外头的气温好像不适合 德国的气温受不了 盆栽的话 我栽的就死了 没办法 回家赶紧干活 把昨天洗的洗碗机的东西得拿出来 一大堆事儿 等会还想睡一觉 到家就饿 把昨天那个牛肉的 水煮牛肉给它热一热 然后呢 煮这个意大利面放进去 我也是瞎胡吃 因为家里头没有那种 就是咱们中国的那种面条了 无所谓了 就这么吃吧 吃饱肚子要紧 管它东西不结合不结合的 吃了再说 看我的这个面条已经煮好了 怎么这么咸呢 昨天吃的时候还没感觉咸 今天好咸 然后再吃一个这个 呼气废片 昨天剩下来的 看我已经到超市了 还有卖辣椒的 种好的辣椒 西红柿 还有一个很辣的辣椒 看上去 但是我不好拿 还不错吧 超市里又有一个新的品种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看这个果 叫达腾 达腾 是这样子 没见过 买了两个小只 冰淇淋 可以可以可以 到家了 赶紧把这个拿出来尝一尝 我觉得这个牌子的 虽然little它牌子不是很大 它这家超市 但是呢 它家的就是这个冰淇淋 这个和这个 我觉得应该是它家是明星产品 特别的好吃 真的好吃 比梦龙好吃的多了多了 那 不能跟 我觉得也比哈根达斯的好吃 给大家看看 这个是不是跟图片上差不多 没有多大的区别是吧 应该很好吃 应该很好吃 尝一口 嗯 好吃 真不错 今天从那个超市里头 它有特价的这个 灯啊 是 太阳能的 就是照太阳 有太阳就不用买电池的那种 这个样子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看啊 买了可以插在花园里头 会亮 五块钱 五块钱 四块九 五块钱 四块九 五块钱 五块钱 四块九 好拎起来就好 好好有点心理棒 有点像那种 这个就是 带太阳能的 看这后面有开关吗 哎呀 凉起来了 就是不怎么凉 凉起来一点点 跟睡了的玻璃球似的 给它插到 插到我家的花园里面去 夏天的话它也能亮一点 你说是不是 这个东西好三个厉害 是哪里照的都不知道 我来看哪生产的 没写哪里生产的 汉堡的 还不错吧 倒是给它放到外头去 嘻嘻 有没有有点像那种 有点像那种叫什么片里头 就是那个魔戒里头的 那个人叫干道夫 手上拿着这个杖 那种感觉有点像 但是你看这个颜色还行 好不错 等会给它擦里头 一擦就好 不用又不用电 只要有太阳能 是不是很环保 我是一个还挺爱环保的一个人 是不是 看这里头 这里都是啥呀 看不清 嘻嘻 昨天我老公说要吃沙拉 所以呢我给他准备沙拉 我估计他今天也不会吃很多 他看见这个辣的菜肯定控制不住 昨天这不还剩了吗 很多量啊 然后这个米饭你看多少米饭吧 这么多的米饭 你说他们家给不典力吧 很好吃 像如果你们要来司徒的话 像大家到司徒来 你看这么多的米饭 昨天还吃了呢 这是剩下的一盒 加一点点 大家来司徒家特的话 一定要到这家正宗的重庆饭店去吃饭 叫CQ Flavor 就是重庆滋味 可以在谷歌上找到他家的 4颗半心 一共是5颗心 他家有4颗半 你看是不是很好 辣的 保证跟你在国内吃的一模一样 看现在我把昨天还有一盒那个肥肠 给他放锅里头热一下子看看 这个辣味是不是很诱人 你看这么大的猪大肠 昨天我还吃了没我老公吃的多呢 我就吃了两碗米饭 然后就吃饱了 我吃菜 我感觉人家都是吃菜救的饭 我是吃饭救的菜 那种 所以我吃个饭桶嘛 所以吃饭比较厉害 所以这么多年一直 一直剪不下来肥呀 就是这个原因 不能多吃那种那种碳水化合物 吃多了就容易胖嘛 其实我说胖也不胖就肚子上有肉 做小姑娘时候就有肉 一直到现在没剪下来 我这个肉对我太忠诚了 这是我老公的 老公的沙拉已经给他调好了 老公回来了 车子已经停在门口了 看这个色泽是不是挺好的 黄的红的青的 他吃素 我吃肉 不过我也没有亏待他了 给大家看看啊 我也给我老公准备了这个虾仁 因为吃虾仁的话不会胖嘛 这个虾仁我是放锅里头煎的 一定要大火然后放了放了胡椒粉 看我老公回来了 他带了这个 这个是快速检测新冠的 他买了四个 这里便宜将近四欧一个 是不是很便宜 药店里头有的要十欧一个呢 所以我老公买了这个 他买了四个干嘛呀 我们又不跟别人接触 看看这个水煮牛肉多少牛肉啊 你看 估计应该是德国的牛肉 价格不是很高 所以他给的肉特别多 看看是不是很好 感觉 分量太给力了 这个盛出来这么一盆 谢谢看 某人已经迫不及待了 今天又是中西结合 他吃沙拉 好好的一个德国大狼狗 非要把自己变成德国小兔子 大狼狗 大狼狗 不 哈哈哈 看这是我的两个红彤彤的菜 肥肠牛肉 我的米饭刚才忘了 摁了 瞧我这个记性 嗯 尝一尝这个细压 嗯 尝一尝这个细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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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我做一点点 明天 我做一点点 做馅料 分别 你可以拿到公司吃饭 吃饭 好吧 嗯 好吃 像刚才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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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得非常特别 其实很特别 现在我的米饭好了 我真的是没有米饭不行 今天买了酒 我得喝一杯 宝莱娜白皮 我最喜欢喝Half Wisen 就是带酵母的那种 没有酵母的我还不喝呢 看看这个倒出来 像啤酒中的卡布基努 就是泡沫太多了 我不喜欢用那个大杯子 因为等我那个大杯子洗的时候 放洗碗机里头 来Cheese老公 Cheese 我老公吃沙拉吃的不一冷 Cheese 老婆 好老婆 坏老公 我老公跟我讲 他今天到公司里头给同事看 我就刷这个 我们家上面这个 所有人都说 为什么你让你老婆做呀 因为他身高矮呀 你说这个人气不气人 我身高矮是我的缺点吗 那我是现在变成我的优点啊 This is my good point now I can't do it 嗯 你搭配肉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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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真坏 又来诱惑你们了 下次点他家的那个干锅羊肉 嗯 很好吃那个羊肉 真好吃 真好吃 我就做不出来那味道 那味道 还是非常好吃 嗯 喝啤酒爽 来 香花给你把你喝醉了 lader make you drink crazy 其实每天喝一杯啤酒是好的 黑皮 保兰娜有个黑皮可好了 但是我不喜欢 以前喜欢喝 现在不喜欢那个味儿了 黑皮说是对皮肤好的 我就轻轻了这个 然后买了一箱 然后买了一箱 记得吗 3-4年前 我喝了黑皮 买了20罐 记得吗 我们买了20罐 记得吗 我们买了20罐 给我买了20罐 因为人们说我喝了黑皮 他还会让皮肤好 所以我喝了 但味道不是 这个比较好 当然 你觉得什么 你说我有洒的时候 我今天信了可以对皮肤好 然后我真买了 买了20罐 嗯 嗯 好啊 冲了以后再也不喝了 英国的那个建立是 Guinness 那喝下去就有点像咖啡 Guinness little bit like a coffee 嗯 很黑呀 黑漆漆的 那个真黑呀 我老公喜欢到二人酒吧去喝 他很喜欢二人酒吧 他喜欢听到里头的音乐 赶紧吃饭 吃好了 两碗米饭 这个菜还剩下来了 因为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吃 我老公他是兔子 我是你的兔子 对 兔八哥 然后你看我 啤酒还有呢 还没喝完呢 女汉挤 饭是吃好了 酒还没喝完 我就去喜欢喝这个 真好喝 你们大家也看到了 在德国的生活 真的就是要自娱自乐 其实你住习惯了就好 人是很容易生存的 不要害怕到国外去 哎呀 我生存不了 那里语言我听不懂 哎呀 异国他乡的 我适应不了 随土不服 都是骗人的 取决于你到底 爱不爱你这个老公 或者你的老婆 对吧 你要爱他们的话 你就绝对能在这里留下来 这是给你最大的动力 你在这里过得好 舒心 有家的温暖 你就能住下来 对不对 就算人家都说了 迪拜那些什么 酋长啊 富婆啊 那些男的 可就有钱了 你女的嫁到那边去 你能受得了吗 有的 对吧 这个是叫什么的 宗教不同 德国的话 它是一个多宗教的 像它是基督教 天主教啊 他们也修建 穆斯林的那些教堂了 你先想看 它是 只要你信什么 他们都尊重你的 所以欧洲国家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美国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在这里居住过 反正这一点还是挺好的 所以到欧洲来的话 你不要太那个 只要你自己不难 你到哪里去都会生活的不错 真的 取决于你的双手 那肯定就是你前期你要 努力学习工作才能好嘛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话就订阅我 这样就每天可以看到我在德国的生活的点点滴滴 是什么样子的 原生态 没有半点的参讲 好了 拜拜